虽然美方现在正式认定俄国在乌克兰犯下了战争罪 但还是有不少政商名流 媒体娱乐圈人士仍然选择支持俄罗斯 甚至为俄国的暴行来辩护 其中不乏像是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乔治亚裔的名人 不过对此拉脱维亚外交部现在就表示 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暴行就是共犯 而拉脱维亚没有办法让这样的人入境 因此现在也宣布知名的指挥家 格际夫等25名俄罗斯文化圈和娱乐圈人士 即日起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所以是无限期的禁止入境拉脱维亚 东南亚大头条带您聚焦 东协缅甸特使巴素昆 他结束了两天的缅甸行 并且在23号表示 他已经敦促缅甸军方执政者要截至进攻行动 此外他也被军政府领导人告知 明选领袖翁山苏姬的审判还在进行忠实 因此不能够进行接触 巴素昆就表示 他已经寻求缅甸释放包括澳洲经济学家 杜内尔在内的囚犯 军政府领袖敏昂来则表示 他会考虑未来让特使来接触翁山苏姬和其他被拘捕的人 而巴素昆他也在表示他理解批评者将他本次的缅甸行 视为是让军政府合法化的举动 但他认为这一次的访问是解决危机的一项积极步骤 不过缅甸的问题很复杂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解决 没有办法在一个主席任期期间就解决问题 好 乌尔战争持续 越南航空现在也在22号宣布 由于要审查与厘清航运线 以及营运飞往俄罗斯航班的程序还有规定 从25号开始将暂停直飞河内到莫斯科的航线 好 越南航空的代表对于停飞措施表示遗憾 强调会免费让已经购票的消费者来退款 或是等复飞之后再让乘客改航班 而越南航空是目前越南唯一定期 飞往俄罗斯航线的航空公司 越南航空也发声明表示说 目前正在与相关机构共同努力 希望能够早日恢复这一条航线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